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营造啦,哎呀,什么X,Y,Z 当下就是成鸡蛋 很多事情能不能释怀 你比如说你以前 你明天上班 老板从你旁边擦车而过 老板看你没有笑容,在你一眼 你会怎么感觉 我告诉你,这就是有时候脑力激荡 你往好的方面想 你把万全准备都做了 这一切该要怎么样都,我跟你讲 那总是最后转转转就变好事,对不对 想不开或者是都是悲观 然后都是往复的走 老板本来也瞪你一眼 他是刚好想到什么事 你以为他瞪你 其实他是刚好看到哪什么地方 不知道是什么表情价而已 对不对,结果你以为他瞪你 结果本来没事 结果结果搞得被炒鱿鱼 我是举例的 你自己想想看嘛 生活里面是有很多时候是这样 所以当你把人生想清楚的时候 有时候只会把自己看得那么大 看那么重 你不要说这个生命在呼吸间 在一秒钟 你不要讲的哎呀,那么操然 哎呀,看不看得看 光一点啊,你说你多厉害好不好 我问你啊 你有没有抽过金的经验 很好的对不对 抽下金,哎呀 钥匙要过了 那才抽个金而已 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你要干什么大事呢 你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呢 如果不是因为天地的宠爱 是吧 让你的人生如此的精彩 那光给你抽个金你就乱俯办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是 所以 把自我的我 不要总觉得都自己想自己想自己想自己 把自我缩小缩小的时候 你有很多事情就想得开 想得开老半生谁的福气 自己的福气 那不是就好了吗 到哪里人家都喜欢你 到哪里都吃得开 你想得开才容易吃得开你知道吗 你想不开就很 到哪里跟人家惊惊惊惊惊 你怎么吃得开 是不是 谢谢 谢谢 谢谢